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战马乔一 一起感受人性中的美好 读本好书 听段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潘 在第8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一部由世界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指导的战争史诗大片《战马》 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六项提名 当时在全球掀起了狂潮 除了导演杰出的指导能力之外 这也得益于这部影片非常精彩的原著《战马》 就是我手中的这本 《战马》的原著小说作者名叫迈克尔·莫波格 他是当代最受欢迎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家之一 他凭借在文学领域的贡献 曾经在2006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军官勋章 迄今为止 莫波格已经创作了百余部儿童文学作品 获奖无数 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是这本 歌唱爱与人性之美的《战马》 那么这本书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为什么能够畅销全球不衰 在出版30多年之后依然奔腾 今天就让我们翻开这本 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长篇小说《战马》 这本书以一匹马的视角和口吻 讲述了这匹小马小时候在农场干活 后来在战场上出征 到被俘虏 最后又返回家园的整个经历 这是一个人与一匹马之间 关于勇气 忠诚 和平与爱的非凡故事 让我们翻开书 再见 mois volcanoes 舍只能 denen更是最大的 但是我 cutting Tudo 临着 降到 不理想 这本询算是 现在 为什么 原字 вижу 此 sin h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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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